一只巨手慢慢伸向女人 她吓得惊声尖叫 可手却抓向了细小的鸡腿 女人懵了 心想我难道没有鸡腿香 巨人正要吃下鸡腿 突然想起需要为鸡腿腾个地 她捂住肚子开始蓄力 一声巨响 十八级大风刮起 把老太太连根拔起 在屁风中摇摆 大爷就想点颗滑子 火柴一燃 城市化为飞灰 大山突然惊醒 原来是梦 但是她很不高兴 因为裤子又得洗了 她是个大学教授 智力超群 但却总是遭到同学嘲笑 因为她每次讲课时 上面再写 下面的字就会被大肚子擦掉 但她依旧乐观 这天上班 她发现学校一片混乱 转头一看 无数仓鼠乱窜 有的竟然还在健身 吹叶机里喷出仓鼠 一只飞进了三名智力 另一只直接淡进了 女教授的嘴里 大山误了 这不是自己实验室里的 减肥仓鼠吗 很快 她就被校长请进了办公室 她试探了好久 深吸一口气 终于坐下 校长开始驯化 可她却发现了挂在灯上的仓鼠 小家伙奋力挣扎 都努力出了咖啡洞 正好掉进校长的咖啡里 她想提醒 可校长打断了她 校长拿起就喝了一口 感觉胃不对 心想猫屎咖啡 这是受潮了吗 回到教室的大山 正在自娱自乐 一个动听的声音传来 她穿当一看 这一刻她有了心动的感觉 女人自称小美 是大山的崇拜者 大山瞬间语无伦次 因为小美太美了 她是彻底沉沦了 单身三十多年的她 决定此生非她不娶 可她心里却有些自卑 因为她家族上八代 都是肥胖人士 自己也完美地继承了这个优点 她鼓起勇气来约小美吃饭 没想到小美竟然答应了 回到家的大山兴奋地手舞足蹈 可想到自己做的梦 她做了此生最重要的决点 是的 她要减肥 这是神仙的减肥方法 把大山直接扎成了刺猬 这是武力减肥法 就是有点跟不上绳子 这是弹跳减肥法 只是蹦床不给力 这是撸铁减肥法 一只五公斤的巧克力棒送进嘴 这是吃饱才有力气减肥法 经过不断努力 大山的体力直线上升 可唯一不变的是体重 虽然减肥失败 但她还是如愿地和小美 来到了餐厅约会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 和酒吧里的脱口秀演员 却拿大山的肥胖 开起了玩笑 说大山的屁股比十六的月亮还圆 一顿操作猛如虎 开始还很和谐 可她还不住嘴 继续调侃着大山的缺点 引起了哄堂大笑 在自己的女神面前被调侃 大山顿时觉得受到了侮辱 小美也感觉非常的不自在 离开后 大山来到了自己的实验室 她要完成实验 用到自己身上 输入自己的资料 让胖仓鼠为她打气 她要变瘦 不要再被嘲笑 一点药剂低下 蓝色的药水瞬间出现 大山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 反应迅速传来 她表情痛苦 随后晕倒在地 实验室里电光闪现 胖仓鼠有点慌乱 物意会大山的身体扁了下去 一只纤细的手慢慢出现 胖仓鼠向她望去 一声尖叫传来 她激动地撩起衣服 感慨再也不用穿胸罩稀罕了 低头一看 终于看到自己的脚趾了 一路小跑 来到服装店 兴奋地试着各种紧身衣 吃着食物大声炫耀自己的身材 第二天 小美来找大山 她谎称自己是大山的好友小山 她主动搭讪小美 邀请她去之前那个酒吧 正想深入表现下时 她的手突然变大 她只好把小美送走 然后就回到了学校 这时小美找到她 征求大山的意见 要不要和小山去酒吧 大山表示赞同 然后假装有事逃走 晚上 小山开着豪车哼地取和小美 一起来到了酒吧 她一改教授文雅的形象 在台下故意扰乱表演 小美那是一脸嫌弃 这个男人在和脱口秀演员对喷 竟然一点不落下风 还逗得大家笑声不断 演员气急败坏 摘下帽子摆出姿势 就要来得对打 一脚踢来 被大山轻松化解 再次出手 一个琴拿 让她和钢琴来个亲密接触 这也逗笑了台下的小美 最后直接将她送进了钢琴 彻底俘获了小美的芳心 突然 她的嘴唇变厚 药水的时间到了 肚子变大 扭扣都绷进了汤里 小山迅速逃离 这时助手追来 她的大腿复原 连鞋都被撑破 直接踩上了油门 豪车都被压出了火星 因为体型太大 卡在车里 只好找来的消防员 大山看着失落的小美 她再次喝下了药水 便回了小山 可她似乎和大山不太一样 舞会上她出镜风头 左拥右抱 小美终于意识到 她是个人渣 这天她想看电视 却发现了小山的录像 她告诉大山 自己要永远这样 原来小山 已经变成了独立的人格 这便是药水的副作用 大山终于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她将所有药水销毁 决定努力运动来减肥 顺手拿起减肥饮料 喝了一口 刚喝下就痛苦地倒闭 原来饮料早已被掉包 当她起来时 已经变成了小山 她一拳打晕助理 来到舞会 向众人介绍自己就是大山 可怜大山的父母 都说不认识她 此时药剂失效 她的肚子和臀部突然变大 然后喝了一口药水 恢复了原状 她拿出一大瓶药水 准备让大山彻底消失 助理及时赶到 一拳打来 小山准备还手 拳头突然变大 不听自己的使唤 大手直接掐住了自己的脖子 双方开始争夺起身体的控制拳 左一下 右一下地打着自己 最终她还是恢复了原样 她向大家解释 说自己只是想帮助别人 但在自己的欲望下 淋湿了自我 经过这次她终于醒悟 生命的快乐与否 跟体重无关 最后 小美原谅了大山 还说自己就喜欢 她本来的样子 二人在舞池里偏偏起舞 生活就是这样 梦想很美好 现实有时很残酷 敢于正视自己内心的人才最强大